誰最黏人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一個人老是幻想我黏著他 黏著他 不是不是是大哥 大哥 大哥很奇怪的 就比如前幾天我們在HOW場的時候 我正好看見他我就說 我們MC問題是什麼 還說這麼多人 你偏偏只問我 你為什麼只問我 問題是不是這樣的黃婷婷 我告訴你 你圓陣的時候你圓陣就圓陣 你摟我腰幹什麼 因為一隻手圓陣一隻手摟住我的腰幹什麼 圓陣的時候很起降 我手沒地方放啊 那你就摟我腰啊 接放一下啊 不行啊 還有後場的時候 就是他的腰比較多肉 比較好放手是不是 其實不是他要摟他 誰在我旁邊我都摟一下 因為手沒地方放 還有後場的時候 他去左邊後場 我也去左邊後場 說你幹嘛跟著我 我只是去後場 準備我的表演而已 他說你幹嘛跟著我 還有在吃飯的時候 他也說過 對呀 明明我們一起吃飯 一做吃飯 他說為什麼坐我旁邊 為什麼跟我吃飯 只是肚子餓了 正好沒地方坐而已 不對不對不對 是你的問題 是吧張雨昕 是 我跟你講一次兩次巧合就算了 我已經阻止過你了 我已經阻止過你了 大哥你為什麼跟我在這個台上 但我沒有跟你一排啊 我加入SNH48 你就加入SNH48 跟著我 為什麼跟著我 我在92年出生 你也跟著我在92年出生 然後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肯定是他投胎的時候 就是等著你 等你出生他才要出生 這個一般嘛 在群裡發個什麼 上課啦排練啦 然後過來之後發現可能 娜娜不在 趙月不在 然後我去叫娜娜和趙月過來的時候 然後安琪又不見了 然後大哥也不見了 努力也不見了 就是這種時候就很麻煩 所以特別想把自己分成18份 給每個人配個黃婷婷 好不好 不要不要 每天叫你起床 給我一個等身黃婷婷抱著 娜娜起床 娜娜去排練了 你不排練就一直在旁邊 娜娜排練了 娜娜排練了 精神的攻擊 好煩喔這個人 我想把他扔到門外 我想附近 一直在你房裡看著你 直到你去排練廳我再走 好不好 你深邃的眼睛嚇到我了 這個人好煩 我不想要這樣的 那給你一個朵朵呢 她也不要 安琪排練了 安琪排練了 那我要這樣子的婷婷 謝謝謝謝 然後就是 總之就是這樣了 然後也 謝謝大家 來看我今天 手演的時候 全部撕掉 真的 她都沒有的話 當時只關注了我一個人 只關注我 噢你是三毛 這個人可是已經是光頭的 這兩個人私下一大張槍連 還扎著歪馬尾 高高的歪馬尾 不要再說了你這個 你這個沒毛的人 無毛人 你覺得誰是小公主啊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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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今天在上場 收集你們 今天在上場前 不是 嗯 出了點問題嗎 這個人才會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大概去哪了 大概去哪了 努力去哪了 還不是這樣的 讓我早急 對 而且還還 我還記得還有一件事情 是我們前幾天 出外霧嘛 然後這個 就是那個 現場有水果盒 呃水果的那個 然後 我就 我就拿來這 我說婷婷你吃不 餵我 婷婷現在真的很 尼愛愛耶 像 像有一次我們拍那個 上次拍那個 東西的時候 我示範一下 嗯 示範一下 你睫毛怎麼了 就這樣盯著我看 我就覺得 這個人 變了 不 其實一般是你 心裡面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他有什麼東西 這努力睫毛上真有什麼 對啊 我們都會很正常啊 你會想多 然後 然後 能不能聞名一點 然後 他的手就是那種 在用力的 在 就是那種故意駕 你覺得我是小公主 大寶是小公主 對 對 你們兩個 串通好的吧 對 我們昨天排練的時候 鞋帶散了 嗯 鞋帶散了 什麼意思 鞋帶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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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懂嗎 哎呀 你根本不懂 萌點在我蹲著好嗎 上目線 上目線 鞋帶散了 我給嚇一跳 我裝聽不懂 啊 怎麼了 I don't understand 然後娜娜又最近你說 手痠痠 鞋帶散了 剛剛 手磕到話筒磕破了 呼呼 我跟大哥的關係變了 沒有變啊 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啊 那天 蘇瑞發了個微博 你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 武俠的頭 然後抱著你跟 你真的是啊 不要再說 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就是半夜三更的 發微博說 兩年前你還是我的 哈哈 爸半夜的晚上嚇人啊 你這個樣子 你這樣真的說不清楚 陳佳穎 不是 花花姐 什麼說不清楚的 女孩子一定要保持身材 就是這樣大哥 喜歡瘦的 我有啊 瘦的 拋棄了 那邊喜歡眼睛大的 瘦的 對 然後喜歡 喜歡外星人的 誰說的 我就喜歡照一張命眼啊 我說的 果多不就是那樣 不是 大眼睛 不是 馮英朵的那個眼睛 已經成為了那種 誰說馮英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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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我們只說眼睛大好嗎 我自己 像我的名字的話 應該不會有人打錯吧 除非他智商真的有問題 對啊 也有可能 對 就馮英朵這樣的人 可能應該會打錯吧 智商有問題的人 誰說朵朵啦 是不是一定要提一下朵朵 智商呢 每次都經理他 我沒看到我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一句號 呵呵 哈哈